新闻就是新闻第三集 你好 我是迪聪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 迁都 搬迁首都 肯定是大事 首都是对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力中心 和中央政府所在地的称呼 是国家主权的象征城市 不到万不得已 不会随便耕动 在过去的一百年里 有三十多个国家搬迁了首都 包括土耳其 澳大利亚 巴西 巴基斯坦 尼日利亚 坦桑尼亚 哈萨克斯坦 缅甸等 目前全球还有四十多个国家正在考虑迁都 大多数都是发展中国家 另外还有埃及 英国 日本 韩国 也曾讨论过这个话题 2019年 我们的邻居 印尼 其总统走科威宣布 首都将从爪哇岛的雅加达 搬迁至婆罗州的东加里曼丹省 近日也公布了新首都的名字 叫做诺桑达拉 本集课题 印度尼西亚迁都在即 迁出新世代 新希望 为您邀请到印尼特约通讯员 周柔秀 凯蒂 前来汇报分析 首先我们请柔秀说说 印尼新首都的名字 弄桑达拉 印尼文是什么意思 在印尼的历史中有着什么意义 Kathy你好 哈喽 地冲 首先我们先了解 印尼新首都弄桑达拉的意思 如果按照印尼语的词典的话 弄桑达拉的意思就是 整个印尼群岛 一开始我们的政府 有位新首都准备很多名字 大概有八十多个名字 像是 Negaradzaya Nusakaria Pertiwipura Kartanegara 之类的 周柔乌桑达拉 才被印尼总统佐科威 选为印尼新首都的名称 因为很多人在很久很久以前 对这个名称很熟悉了 它在国际上也有标注性的 然后乌桑达拉这个名称 可以描述印尼群岛 因为按照印尼语的词典 它的意思本来就是 整个印尼群岛 另外如果以 当时的形式来看 Nusakaria是来自 古老的佐娃语 那按照这个语言 按照古老的佐娃语 Nusakaria的Nusa Nusa的意思是 岛屿 而安达拉呢 安达拉的意思是 其他的或是对面的 当我们把Nusa 跟安达拉合并起来的话 它的意思是 其他的岛屿 或是对面的岛屿 是 那这个名称是在 1293年到1527年之间 也就是 Majabahit王国 所在出现的 当时Majabahit王国 是以东佐娃为中心 所以当时的佐娃人 会用Nusa 来描述 佐娃以外的地区 所以有些人觉得 Nusa 被选为 印尼新首都的名称 有点不到位了 因为这个名称 非常的佐娃 感觉好像政府偏爱 佐娃地区 这样子 但其实没有了 就像刚才一开始 分享到的 Nusa Mandara被选述因为 它能够描述 印尼的群岛跟多样性 是 这个蛮有意思的 那为什么要搬迁首都 跟雅加达比较 东加里曼丹省 和新首都的地址 拥有哪些强项和优点 有些印尼人听到 雅加达这个名字 就会想到 它是一个发展的城市 有些印尼人 就会自然的开口说 Mazak Jagarta Maz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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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那Mazak的意思是 堵车 从这一点 我们可以了解到 雅加达的堵车 是非常的严重 因为雅加达的 公共交通 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 雅加达是一个人口 非常多的地方 很多印尼的年轻人 会到雅加达发展呢 这也让雅加达的人口 越来越多 那回到刚才的问题 为什么要搬迁新首都 第一是因为 现在的首都雅加达 太拥挤了 印尼有约57%的人口 是集中在扎瓦岛 那扎瓦岛包括了 雅加达在内吗 第二呢就是 扎瓦岛对印尼的 贡献占主导地位 这样的话 其他岛屿就落后了很多 根据2018年中央统计局的数据 扎瓦岛的经济 对国内生产种族的贡献率为 58.49% 第三呢 雅加达缺乏干净的水 一个缺乏干净水的地方 不太适合当首都吧 在2019年 雅加达的清洁水产量下降了 因为只有少量的原水可以用 根据中央统计局的报道 只有两条雅加达的河流 可以提供干净的水 那其他的河流呢 已经被垃圾污染了 另外雅加达人口的增加 也导致水的需求增加 所以很多人 没办法喝到干净的水 最后一个主要的理由 雅加达是一个容易发生 水灾的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的极端降雨 越来越普遍 然后雅加达的 绿色开放空间的面积 是很少的 这会导致河流跟水到溢出 还有呢 就是根据一些环境专家的说法 雅加达是世界上下沉速度 最快的层数之一 预计到2050年 这层数的三分之一将下沉了 雅加达在每年都会经历 1到15厘米的地面沉降 曾经一年的研究 跟创新局有说 雅加达下沉的原因 不仅是海平面上升 更令人担忧的是 它的地表的下沉 跟雅加达比较 东加里曼丹和新首都的地址 有什么优点 东加里曼丹的 技术设施的状况 被认为是相当完整的 像是它有国际机场啊 海港啊 收费公路啊 这可以省很多国家的钱嘛 是 除了有完整的技术设施 东加里曼丹还拥有 三个国际体育场 然后从地理方面来看 东加里曼丹的灾害 比如说山地活泼 地震等灾害 是很少发生的 这里曼丹也没有活跃的火山 这是一件可以让人放心的事情 没错 新首都的地址是在 东加里曼丹的 古代卡塔尼格拉 跟本那扎巴塞乌达地区 古代卡塔尼格拉是一个 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地区 这地区在旅游方面 也具有巨大的潜力 因为它拥有热带雨林 行速的自然美景 那喜欢大自然的游客 基本上是喜欢这个地方的 还有就是 本那扎巴塞乌达地区 这地方的种植业前景 是非常广阔的 还有很多土地可以开发 当然也可以吸引投资者 投资在这些地方 这地区的道路和交通工具 等设施随属可用 可以让从事 种植原行业的投资者 更加方便 通常本那扎巴塞乌达地区的 种植原作物的农业生产 包括了 油种 橡胶 椰子 咖啡 胡椒跟可可 这地方也有很多旅游目的地的 有瀑布可以看 有很多海滩 有路圈养 所以想看路的人 可以到这个地方 还有那就是 红树林生态的旅游地区 除此之外 印尼政府准备将新首都 打造成怎么样的地方 新首都能够为印尼 婆罗州 尤其是东加里曼丹省 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政府希望 可以把新首都 红树达拉 打造成一个智慧城市 Smart City 打造成一个 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 使用信息跟通信技术 一体高效率 改善公共服务 跟改善公民福利的城市 从物注结构层面来看 新首都的发展 应该是建设一个 健康高效多产的 城市的动力 这样的话 人们就可以在这个城市 骑脚踏车 或是步行到任何地方 那很好 因为新首都发展的概念是 零排放 一年的国家发展规划部长 邦邦有解释说 新首都可以通过 投资渠道产生经济影响 这是因为 对新首都基础设施的 发展的投资 将有助于这地方的增长 东加里曼丹的 暑记投资的增幅 被估计为 百分之四十七点七 而加里曼丹呢 是有百分之三十四点五 另外在短期内 建设新首都的过程 也将增加 区域之间的贸易 这是因为 新首都城市的发展过程 是需要向 东加里曼丹 供应材料 跟货物的马 没错 从而呢 就可以增加 区域之间的贸易 其中一个的地区是 南苏拉维西啊 这地方有新首都 建设所需的水泥生产 这位接受采访 从事轮胎业务的商人 达芬怎么说的 首都牵制 加里曼丹岛的好处之一是 经济发展 能够比较平均 因为爪哇太过拥挤了 而加里曼丹 还可以发展 加里曼丹的土地 也是政府的 所以土地的价格 是相对便宜 这个地方 也很少发生灾难 房地产经济 Kenzie则觉得 其他地区的公民 也要被关注 因为印尼 不是只有 雅加达和加里曼丹人 我们请柔秀 继续给我们说说 迁都能如何提升 和改善印尼在国际间 和东南亚的形象 地位 实力和影响力 这是不容易的肃清 因为在顺其万变的世界 跟社会需求 热意复杂化当中 新首都要面临的挑战 一定会更加复杂的 但不代表说 印尼的新首都 不能提升和改善 印尼的国际形象 跟孰激表现 就看政府将来 怎么样管理新首都 是否可以成功 把它打造成 Smart City 印尼政府曾经有透露说 新首都的搬迁项目 将耗资高达 350亿美元 政府深处也为 新首都的发展 提供了投资合作 这个消息 也吸引了 很多外国媒体的关注 外国媒体会不断地 跟进印尼的新首都 如果新首都 打造得成功 打造得很好 当然会带给 印尼一些正面的影响 那是肯定的 在印尼舆论界 有些什么样的说法 不是每个人 同意政府的决定 大部分同意的人 就会觉得 亚加达太拥挤了 所以把首都搬迁到 一个可以发展的地区 是很好的 搬迁首都 也是可以让 亚加达以外的地区 创建一个 大多数的机会 那不同意的人 就会觉得 搬迁首都 会带给 环境负面的影响 像是其中一个的 印尼环保运动组织 Greenpeace Indonesia 表示 搬迁首都 是需要将 新首都的森林和土地 转化为 层次发展 有些人觉得 搬迁新首都的 预算有点太多了 因为印尼的贫困率 还是很高的嘛 尤其是在 新冠疫情期间 他们觉得 为什么政府 不会先利用 这些预算 解决掉 贫困的问题呢 另外有些 亚加达居民 也是觉得 印尼政府 无法改善 亚加达的情况 无法协助 亚加达 面对挑战 因此就 勉强 搬迁首都 亚加达省长 阿尼斯 曾经也是有说过 搬迁新首都 不会解决掉 亚加达的 堵车问题 按照他的说法 政府对解决掉 亚加达堵车的 贡献 不到7% 所以对于 搬迁新首都 这个问题 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看法 受访的年轻人 受访的年轻人 Nastra说 迁都很好 因为亚加达的人口 太多了 但是政府 也要提高 印尼的教育 如此 不同地区的 发展会更好 人力资源的素质 将会被提升 街头艺人 Tommy则表示 希望新首都的 政府和管理者 不会贪污腐败 接受访问的 北书们达拉 法国文化协会 Aulian Francis的 基金会主席 Poge说 我对江首都 从亚加达 搬迁到 这里慢大的看法是 在长期的角度来看 这是一个 非常好的计划 考虑到 新位置 相当中心 这样的话 可以支持 政府在 全印尼 进行均等化 可是由于 新首都将在 2024年 一分阶段的方式 开始搬迁 也就是 左奎总统的任期 即将结束的时候 代替 左奎总统的 继任者 是否可以 完整的 搬迁首都 并在整个印尼 继续进行 均等化 发展的计划 如果可以的话 那就很好 但如果 搬迁首都的计划 没有进行到 完整的话 国家资金 用于准备新首都 是非常可惜的 最受计划 最受计划 的法律研究毕业生 Nofi这么说道 政府有想 如何以 半仙首都 来提高 印尼的表现 是一个好事 不过政府 也要关注 印尼法律的确定性 如果已经建造好 一个地方 但法律 还是软弱的话 也是没用的 有哪一株植物 不往何须的阳光伸展呢 要撒好种子 你能不找 蜂窝的土壤吗 一棵小小树 要费多大的劲 才能在其他 高耸入天的树冠层中 找到一小片 能让它 大口大口地 瞬息阳光的天空 搬家 是一家子的事 迁都 是迁动一国的生命链 两者的目标 是一致的 为了那更美好 更甘甜的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